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各所學會不要流於一般傳統 傳直銷那種不正確的觀念 好多人都會邀約朋友 對不對 約了不來 來了不聽 聽了不做 作了做不久 上下線一起死 這個就是一個傳統最大弊端的 組織行銷的概念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就是我們如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加入了雖然很開心 可是是危機的開始 NDO英文叫 New Director Opportunity Training 就是新經銷商訓練 也就是給各位的一個標題是 新經銷商如何跨出成功的第一步 好 我要跟各位特別報告的是 第一個主題是 我為什麼要加入傑斯事業 每一個人加入傑斯的事業 不見得完全相同 有些人是因為產品 想要讓自己的皺紋減少 想要讓自己鬆垮的皮膚 能夠恢復青春 保濕 鎖水 有彈性 所以他加入了 他可以買便宜8折的產品 6折的產品 對不對 那也有一些人是為了身體的健康狀況 身體不舒服 長時間的疾病殘身 聽說吃了傑斯的白栗如醇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要來試一試 也有人是為了這樣 也有人是一籌莫展 當初做這個也失敗 做那個也失敗 然後呢 做生意也虧本 上班呢 又被老闆罵 心裡很不服氣 最後呢 就要選擇一個新的行業 新的事業 可是苦無平台 今天傑斯請在座的老闆們 領袖們給自己一個理由 莫忘初衷 你為什麼參加傑斯 我們在傑斯要給自己一個真正的定位 你如果定位不清楚 你做不了 你也沒有辦法成功 所以我要非常慎重的 跟各位在座的老闆 做一個很慎重的分享 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告訴你自己 我為什麼要加入傑斯事業 各位都聽過我的故事 我在老委會職訓局擔任老師的工作 也是餐飲公會執行長的工作 兩份工作加起來收入不錯 十幾萬的月收入 可是最後就是做到了送急診室 送家戶病房 因為梅尼爾市症 還有胃潰瘍6公分破洞 蛇脂腸潰瘍3公分破洞 骨質流失 血壓也拉高 SGOT SGPT 整個都亂掉 而且發燒的時候 白雪球高達4萬 在這種情況底下 我開始思考自己改變一下 我是這樣子的一個原因 我想改變 可是那個時候還沒有傑斯 我只想我要脫離現況 我不能夠過勞死 再繼續十五六個鐘頭每天這樣子工作 包括禮拜天 所以當我在思考這個時候 疾病又來了 那一天就是2009年9月9號 我最感恩的推薦人 Kim 從中間介紹了一個朋友來找我 他來找我的原因就是希望我能夠做這個生意 不要有一天我上班 因為我生病 時間拖太長 老闆不要我了 也不要因為我開店 你們知道開店不容易 要賺錢 生意不好 店要倒 生意太好 請不到人 老闆自己要倒 那怎麼辦 景氣又不好 現在又有歐租五國 整個局面不一樣 國家情勢跟環境都不一樣 以至於造成我的生意非常好 而造成了衰退 對不對 這都是夜而再再而三的循環 可是在劫斯沒有不景氣 只有不爭氣 景氣再不好 劫斯賺大錢的人非常的多 我們都是在非常不好的環境底下 我們創造出了奇蹟 所以我希望各位 第一件事情 就要給自己一個明確的定位 雖然你是為了產品 雖然你是為了整個做改變而進來劫斯 當你慢慢慢慢深入學習 了解到劫斯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是一個什麼樣的背景跟文化的時候 你想全心全意的投入 那個時候就要清楚你自己的定位 你要全力以赴還是全力應付 自己給自己一個交代 因為你不需要對別人負責 你只要對你自己負責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要了解自己清楚的定位 來做劫斯事業 最重要一句話 就是堅持到底 永不放棄 你才有辦法走向成功之路 所以第一件事情定位 請在座的每一個夥伴 每一個老闆 把自己的定位明確 絕不改變 你才有辦法往前走下去 第二個部分 美商劫斯公司商品與市場的區隔 它有什麼特色 好多人都在問蔣老師 蔣老師你嘛拜託 你也幫幫忙 人家也在賣保養品 你也跟人家賣保養品 人家賣健康食品 你也去賣健康食品 你怎麼會成功 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對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對劫斯的產品不了解 美商劫斯公司的產品 我們賣的是賣細胞優化管理系統 由內而外 由外而內 要完全的改變 你的人就會健康 青春跟美麗 那我來講第一類的產品 源自於Dr.Newman 所發展出來的 幹細胞生命的因子 今天我會在NDO的部分 剖析我們的產品非常深入 讓各位要懂 這是什麼樣的產品 如何有競爭力 才不會被人家一問三不知問倒了你 那你更不用談把人家請進來 對不對 請出去自己還有可能 所以 解釋公司的商品 有什麼不同 OK 首先 第一個最特殊的精華產品 就是美商解釋公司的精華液 這個產品 如果在座的領袖跟老闆 曾經看過一則一 你們應該看過 再生醫學科技的報導 是由台式熱線追蹤裡面 來談的 這麼一個再生醫學科技 也就是說 有一個五歲六歲的小孩 不小心出了意外 他的無名指斷掉了 結果呢 這個Dr.Newman 發表了他的幹細胞生長因子 這麼一個文章 PO上網被他的爸爸看見了 他的爸爸為了救他的小孩 這麼小的小孩就少掉了無名指 這怎麼得了 就去求這個Dr.Newman 來要求他 可不可以用他 在網路上面所PO的研究資料 叫做細胞外堅值 ECM 本來是農業的廢棄物 豬的胚胎 那個子宮卵巢 拿掉不要用的 用那個東西做一個研究 和細胞外堅值 最早是這麼出來 結果沒有想到 當初這個醫生 百般的不願意不答應 因為他只是在實驗跟研究階段 結果 爸爸一再的苦苦相求 他就把孩子帶到那個面前 這個Dr.Newman不忍心 好吧 我就給你試試看吧 用試的 結果 塗上細胞外堅值 ECM 像粉末狀的這種東西 結果沒有想到 短短的三個禮拜到四個禮拜 開始產生了一些變化 從這個斷掉這一節的無名指 長出了一個像果凍一樣的東西 果凍啊 越長越多越粘稠 那個不能夠去弄掉 那個是他的細胞再生 慢慢慢慢 三個月六個月以後 完全長出了新生的手指頭 親愛的夥伴 這個就叫做再生醫學的科技 小孩子還有再生的能力 大人就沒有了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各位記不記得伊拉克入侵 科威特 是不是那個時候有很多的戰爭 有很多美國的大兵 那經過了這場戰爭 失去了左腿 失去了右腿 失去了四肢 喔 他們要做復健裝一隻 結果呢 美國的陸軍研究單位 就用細胞外堅值 ECM 開始給這些個傷兵做復健 除了復健以外呢 給他們試這個再生醫學的新科技 刮除掉了傷口 然後塗上了細胞外堅值 ECM讓它 regeneration 細胞再生 竟然 沒有辦法 失去了力量的大腿 慢慢長回了肌肉 讓它可以負荷了重量 也是在短短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 今天美商傑斯的公司的產品 它的特色是什麼 它的特色就是人體脂肪幹細胞 蹲在哈佛醫學實驗室 研究了25年 重大醫學突破 請問在座的夥伴 脂肪 人體的脂肪 是不是最安定的單位 對不對 絕對是啊 否則你們坐在這裡 走不出那個門啊 細胞分裂是瞬間的 這一堆都是你們的肉 走都走不出去 比剛剛那個海龍王還恐怖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呢 傑斯公司 Dr. Newman 他利用人體脂肪 這個幹細胞 當作基質 研究的基質 在實驗室培養 讓它用各種的方式 產生細胞分裂 而發展出來了248種生長因子 這是一個重大突破 我們的人體有278種生長因子 它可以搞出248種 你知道生長因子在哪個地方可以看得到 跟各位報告 可不是白冰冰在賣的那個拉拉蜜 聽過 但是各位曉不曉得 外界只能夠在燒燙傷中心 找得到生長因子 比如說我這邊三級灼傷 醫生要做的事情就是刮除清潔消毒 最後從後背或者屁股切一塊皮 貼在這裡 叫直皮 各位知道 直皮完了這個動作呢 一定要用生長因子做黏著劑 讓它 細胞與細胞之間再生 自己長出新生的肉 外面最好的生長因子 德國製造 7到9種人體的生長因子 非常的貴 安平裝8CC要5萬塊台幣 來各位用算數來算一算 如果它是7到9種人體的生長因子 8CC要5萬塊的話 我這一瓶是15CC 248種 這一罐是不是應該賣大結 250萬 數學是不是這樣算 沒錯吧 誰買得起啊 那麼傑斯的老闆 大恩大德大慈大悲 就是告訴他 我要普及化 我不能夠賣這麼高 只是金字塔頂端的人才可以用 所以他在台灣推出的是 2800塊錢新台幣 用一個月沒有感覺 沒效果還可以退 要不要顛覆市場 所以傑斯的生長因子是什麼 他裡面沒有任何活的幹細胞 所以在座的夥伴千萬切記 不管信佛教的 笃信道教的 或者是信阿拉的 他們都很在意 人體的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不要擔心 解釋的產品 沒有任何活的幹細胞在裡面 他只是一個兼職 只是一個培養條件培養肌 各位知道嗎 我們要的是這個生長因子 所以這個有一點點像 我們在吃靈芝跟牛樟芝 各位知道 是不是 子實體 子實體跟菌實體 我們這個東西 就好像是菌實體的培養 可以複製 這個叫做 高科技複製科技 我希望各位要搞懂 就好像 我們之前感冒疫苗 是不是叫國光疫苗 如果那個要很多動物的 這個原生的細胞 那還得了 要殺多少動物啊 不是這個概念 它是複製的高科技 可以弄出你的學藝樣本 可以做出很多的這些個元素 讓你成為真正的抗體 我希望各位要有這個概念 所以潔絲的產品 是再生醫學科技的一部分 讓你自己產生自己的 新陳代謝加速 產生自己的膠原蛋白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各位講 女人從十幾歲開始愛漂亮 一直到六十歲 為什麼還會老了四十多歲 因為他們用的都是外來補充 添加式的保養品 比如說 膠原蛋白 玻尿酸 左旋膝 保濕因子 美白系列 除皺液 生態類 大概都是這些 不是你身上的東西抹了就會流失 老是應該的 潔絲的產品 只有單一的人體248種生長因子 比如說NGF 它叫做神經修護生長因子 這個產品 有一些人是這麼用 然後在高雄有一個吳老師 吳永泰 吳老師 曾經啊 因為不小心睡落枕 那個脖子就不能轉了 身體要跟著脖子一起轉 醫生說打止痛藥 然後打消炎藥 然後吃藥 大概也要半個月 慢慢慢慢才會好 結果他就是擦這個精華液 擦在他的脖子 一天擦兩次 沒想到第三天就正常了 我現在講的是真實的案例 有人說 哎呀 蔣老師 那這個燙傷 燒傷 除了讓你青春漂亮以外 可不可以用啊 結果有人就舉手 這就是我的疤 但是呢 當初是深的疤 現在已經淺了 過兩天再給人家看 沒了 就是擦精華液 這個就是細胞再生最大的功用 很多人的身體的狀況 我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這個生長因子啊 我們台中有一個夥伴 一個月一個人要用四瓶 你們會不會好奇 四瓶怎麼用 我來告訴你 臉部插一瓶 脖子以下年輪 女人的年紀看脖子可以看得到 年輪 脖子以下到胸部 一瓶 胸部以下 到肚臍 韌成紋 用一瓶 大腿 絲觸 用一瓶 我告訴各位 黑色 褐色 深咖啡色 從乳頭到絲觸 這些個東西擦了精華液 竟然慢慢變成淺色 淺褐色 最後變成粉紅色回來 你會不會用啊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現在講的這些個產品是真實的案例 所以 要跟不要 自由選擇 這種 保濕 鎖水 有彈性的日霜 跟一般外面的霜 不一樣 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水通道的理論 剛剛我說過 女人是水做的 你必須要讓它長效保濕鎖水 所以這個產品可以讓你很長時間保濕 不油膩 還能夠讓水滋潤你的皮膚保濕有彈性 你知道現在的紫外線比以前強很多 臭氧層破洞 反正很多人的說法 它的SPF 就是隔離防曬的效果有30 也就是插上去 你可以有3個小時的防紫外線防曬的這種效果 還有美白的效果 這個是日霜 夜霜它的特殊性在哪裡 我剛剛說過 在我們的招商會裡 我特別告訴各位 我們人會有細胞分裂 精子 卵子 23對染色體 開始細胞分裂 開始逐步長大 都要靠這個生長因子在工作 就好像脂肪幹細胞 可以做出嬰兒的手 腳 內臟 五官 都是脂肪幹細胞的功能 你曉得嗎 所以呢 我們的產品它的特色更深 它可以修復我們人體細胞 DNA端粒的老化 當染色體 雙骨的染色體 複製一次它要縮短一次它的壽命 正常的可以複製50次 也就是人應該要活125歲 但是現代的人沒有辦法 太多的污染 生活不正常 壓力 緊張 飲食 睡眠都不好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可以改善 你身體膚質內部 細胞DNA染色體的傷害 可以延緩它的短化 如果延緩短化 是不是它的複製就會比較順利 不會那麼容易死亡凋零 我們未來的產品 未來這個可能是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傑斯公司竟然會推出 可以讓我們細胞DNA 染色體端粒延長的產品 親愛的夥伴 這個厲不厲害 這個不但可以讓你回春 可以讓你逆轉肌靈 還可以讓你活化身體細胞和肌膚的 這個整個的動力 通通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傑斯產品 有別於一般外界的保養品 各位這樣子有沒有概念 我常常說如果傑斯的保養品 精華液 日霜 夜霜 可以讓六十幾歲的女人 認真使用半年的時間 看起來四十歲 到醫院去做皮膚檢測也是四十歲 像不像中國楊貴妃用盡一生心力 再早的肌膚回春藝 各位這樣了解嗎 傑斯獨一無二 第二個產品提到了白梨如醇 好多人真的是期待它是可以幫它治病而來 因為聽到好多人癌症好了 子宮頸癌 肝癌 胃癌 肺腺癌 口腔癌 大腸直腸癌 胰臟癌 這些個人竟然化癌十幾次 電癌十幾次 想放棄治療的人 很多人死馬當活馬醫 用白梨如醇來嘗試 竟然都好了 是痊癒呢 這種消息傳出去快不快 非常的快 於是乎大家就蜂擁而至 想用各種的方法取得白梨如醇 而且希望賣給它東西的人 給它一個承諾 你告訴我 我吃多久會好 完蛋了 大家都變醫生了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我們在傑斯早期 我們經歷過這一段 產品研究得非常的深入 甚至於如何作用急轉 有什麼好轉反應 面訓反應 我們研究了很多 慘了 到最後來的全是病人 半夜三更兩點鐘會有人打電話 賈老師 我媽媽在急診室子宮頸癌末期 早會好 你告訴我 完了 我一聽我頭就昏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一直很專研產品 一直告訴人家很多的見證 這個就會變成誤導 所有來的人請問在座的夥伴 病人會不會做傑斯 不會 她只關心她的病會不會好 各位知道嗎 所以告訴她最好的說法 對你有幫助 營養的補充品 清潔 調理很好的天然食物 你認真的吃 認真的擦 會有幫助 就好了 不要講太多 其他的意外驚喜 讓她自己去發現 各位這樣了解嗎 傑斯的產品 如果以白莉如醇來說 有非常多的人 剛剛上台講的 林老師她就有這個問題 我們很多50歲以上的人 都有攝護腺肥大的 要幫幫忙 不幫緊緊 想尿尿不出來 還被人家懷疑在外面包小三 實際上她是6點半 吃各種的東西 補藥 酒 中藥 通通都沒有效 吃薇薇缸 吃到兩顆 也沒有效果的人 竟然吃我們的白莉如醇 七天 一天三包 天啊 每天小烏龜抬頭 被她太太逼在這邊買食箱 各位聽得懂 傑斯的產品 就是讓你恢復身體最佳狀態 你千萬不要相信 白冰冰吃了會變0字0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今天認真的使用傑斯的產品 可以把你動物本能 生物的最佳狀況展現出來 任何好的保養品 好的健康食品 一定要有這三件事 叫做清潔 調理 才能夠供給營養 亂補是沒有用的 有很多家的最高聘階 竟然猛爆性肝炎死掉了 每天吃一大把 磕磕磕磊膠囊罐裝粉末 最後呢 肝臟負荷不了 傑斯的產品簡單 就是先種清潔 然後平衡調理你的酸鹼度 讓你新陳代謝加速 最後可以吸收營養 合成你該有的能力跟體力 各位知道嗎 正常的人 雅健康族的 不要說什麼疾病 早中晚飯後一包 根據動物實驗 醫學臨床試驗的一個結果 白梨如醇的研究報告告訴我們 一天認真的吃三包的配全精華醇 持續六個月 將可以增加15到20年的壽命 請問在座的夥伴 如果這是真的 像不像中國秦始皇 用盡一生心力在找的長生不老藥 想 你想想看有楊貴妃在找的東西 有秦始皇在找的東西 最重要我們又是電子商務網 網際網路網這些快速的一種雲端產業 這三個趨勢 我是不是做劫師理由非常的充分 因為我是站在最前面 拔得頭籌的領頭羊 未來人家只要談到電子商務 幹細胞生長因子是哪一家 就是劫師 這就是我今天要做劫師公司 跟人家不同的地方 蘋果膠 我曾經提過 它是在波蘭某一個小城鎮裡面 特殊品種的蘋果 它可以代謝你身體很多不需要的毒素 你知道我們人體的素變很多 我們呼吸的空氣重金屬污染是很多的 粉塵非常的多 我們在外面的工作或者是職業傷害 或者是飲食起居很多的自由基在傷害你 人平均一天有100萬次自由基的傷害 你如何能夠排除這些傷害 我們就是跟大自然在對抗 有一天你對抗成功 你保持健康保持正常 你要是對抗失敗就躺在病床 等待時間接走的來臨對不對 劫師公司就是讓你有這個能力 去抵抗 所以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搞清楚 它是預防醫學的一部分 早期我們說 很多人說 華陀 但是扁鶴比華陀更早 他也是神醫 當皇帝要頒給他一個黃金匾額 給扁鶴的時候 他不敢去領獎 但是皇帝的命不得不聽 他就必須上去 一去之下 還沒有領他先跟皇帝報告 他說起咒皇上 我是我們家排行老三 我的能力是處理看到的疾病 我把它處理掉 可是我兩個哥哥更厲害 是還沒有發生的疾病 讓他不會發生 各位聽得懂 這個叫做預防醫學 我們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預防醫學 而劫師的產品 我們就是優生保健 預防醫學 一句話就帶不過去了 細胞優化管理系統 這樣子各位有沒有分辨 所以以後人家再跟你說 健康食品保養品 你會不會說他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千萬不要去跟人家辯論 記住喔 人是先入為主 你投資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對不對 如果你先入為主 你又跟他辯論 你說劫師的好 他說他的好 我說我的好 你用聲音壓掉他 他火大了 跟你事死老死不相往來 對不對 不要去辯論 不要去爭執 對 你的東西一定好 否則不可能上市 但是我們的東西 有一點不一樣 讓我容秉 我再解釋一下就行了 各位聽得懂嗎 要讓人有一種自由選擇 還有 我們人之所以受到歡迎 是因為我們尊重別人 要懂得 不會尊重別人的人 人不會尊重你 所以先學會尊重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劫師公司的獎金制度魅力與價值 第三個 我先保留 等一下我會送給今天在座每一個老闆 劫師獎金制度魅力的一張紙 你只要超會的這一張紙 將無往不利 好不好 等一下我再請雅如幫我擦掉 接下來要跟各位談的 如何邀約 管理組織真實的財富倍增 你們聽了OPP招商會很興奮 腦子裡浮現了很多的名單 對不對 你們開始想盡辦法 當課程結束以後 開始就要進行邀約的動作了 在座的老闆 請千萬切記 這是最具殺傷力危險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像老師 從頭講到尾這麼的順暢 讓每一個人都聽明白 說得清楚對不對 當你說得不清不楚的時候 會產生一個現象 人家就說 啊 我知道了 好像一個小圓形 啊 我知道了 有兩個耳朵 哎呀 你講得我知道了 有一個小眼睛 有一個小鬍子 哎呀 我知道了 竟然還有一條尾巴 變老鼠會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每一個人 都有他的想法 當你表達不清楚的時候 那個時候 越興奮的人殺傷力越重 講老師常常告訴各位 當你聽完招商會 請你要忍得住啊 咬緊牙關 千萬不要隨便去說 不是見不得人 是因為你說不清楚 你浪費了人脈 未來你的朋友跟你老死不相往來 相不相信 這就是有這麼嚴重的一個傷害 所以 如何邀約這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學會 我的信心在哪裡 我要告訴人家的主題 價值在哪裡 還沒有用過產品呢 你跟人家講產品 人家不會相信你 因為你在說你聽來的東西 你能負責嗎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我建議各位 新加入的夥伴 在如何邀約之前 自己加入 先好好使用產品 一個星期 認真的吃 認真的擦 我怎麼擦 我告訴各位 我一定會用我的洗面奶 在台灣叫 潔面露 先洗乾淨 清潔第一步 洗乾淨之後 再擦你的精華液 通常順著方向走 這樣子擦 這樣子擦 往上拉提嘛 脖子這樣子擦 這樣子擦 效果是很好的 那胸部你自己看著辦 告訴各位 你做完這個動作重複 再來擦 後面東西它有個順序 女人是不是平平灌灌一大堆 可是它有順序 就是水膠乳霜膏 先擦收斂水 平衡水 化妝水 對不對 在什麼凝膠凝露 然後在什麼乳 保濕乳 什麼乳 在最後 水膠乳霜 霜再出來 最後出去了 蓋斑膏 又是BB霜 又是反正 就是這種順序 可是潔絲的東西 沒那麼複雜 就從精華液 洗完臉之後 從精華液 有人夜霜擦完 再擦日霜 有人這樣子做 睡覺的時候還這樣做 為什麼呢 它知道 滋養 皮膚的呼吸 也要讓它有一個空間 所以潔絲在這個產品的效果 速度很快 一個禮拜下來就能見結果 但是 記住 不要 當你在講人家故事 開始建立自己的故事 拍照嘛 拍照最準 我告訴你 你年輕了 他說我沒有 你騙人 那我們拍照 使用前 正面 側面 拍三張 一個禮拜以後 正面 側面 再拍三張 一個月以後 正面 側面 再拍三張 相比對之下 有沒有進步 一看就知道 對不對 這個是最真的 騙不了人的 所以在潔絲 先創造自己的故事 吃產品 也要做紀錄 有些人會去醫院檢查 糖尿病的 飯前血糖 400 500很高 糖化血色素 20 21 嚇死人 那你要去檢驗嘛 你做了一個檢驗報告 出來之後 白梨乳醇 早中晚飯後 你連續吃了一個禮拜 你再去做一個檢驗報告 一個月之後 再做一個檢驗報告 如果下來了 是真的 各位同不同意 潔絲 我們一定要用很真實的 建造自己的故事開始 那是最實在的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步一腳印 潔絲 都是一觸可及 一口氣吃個大胖子 不可能 所以各位一定要先學會 我在產品的信心面 跟常常來參加這些活動 看到這些人 這麼有信心的熱情傳遞 感恩 我就會受影響 當我一個月或者半個月 學會了那種感染力 我再去影響別人 成功機會高得多 各位了解 所以如何邀約 基本上好多人 很多的老師會教 如何列名單 對不對 要列一個A B C D 四種名單 A 就是我說東 他一定往東 挺我挺到底 相信我的人 這個是A級客戶 B級客戶 我說東 他不一定往東 他會問你 為什麼要往東 難道往西不行嗎 可是當你溝通說服之後 他會跟著你往東 這種人是屬於B級客戶 聽得懂嗎 C級客戶 是屬於我說往東 他說我要往西 你說往南 他說要往北 但是經過溝通之下 要花很多的時間 最後可能會成功 還有50% 會失敗 這是屬於C級的客戶 有的時候知道個性 比較好處理 D級的客戶 比較麻煩 逢馬必反 逢獎必反 不要跟我講 那是直銷 那是傳銷 你不要給人家騙了 他不但不跟你一致 還潑你冷水 還踢你一屁股 有沒有這種人 A B C D 存在在我們周遭 所有的客戶 都有這種類別 可是打傻的 聽蔣老師說 你是我的A 他是D 千萬不要 為什麼 那是你自己的分析和判斷 列下來的名單 什麼客戶要先找 A級 有一些人打死不服輸 不行 蔣老師我這個人 永不放棄 絕不妥協 我要從D級的開始 你會被他弄死 各位聽得懂 越難弄的 你越想要去挑戰 克服他 最後你的鬥志都沒有了 可是A級客戶不多 對不對 A級客戶 往往會不小心被我們掐死 浪費了子彈 因為你還不懂得 如何去找這個A級客戶 溝通 面談 這個時候你要借助 大A的力量 公司背景 產品目錄 見證照片 還有真人 有經驗的領導 都是你的大A 可以用它來做一個A B C 知道嗎 請一個專家來幫你 勝過你找100個說服家 一定要找有經驗的人 所以我建議各位 當你名單列出來 你的推薦人可能比你有經驗 如果你的推薦人也才加入一個禮拜 那你請你在網上找 總有那個做半年 一年 而且現在業績不錯的 各位聽得懂嗎 要學會向上去尋求資源 向下傳遞優點好處 向上傳播 你想要解決的問題 各位知道嗎 千萬不要反過來 問題告訴 記住哈 新人永遠不清楚 這家公司 是什麼運作的方式 都是由我們有經驗的人 告訴他的 也是由我們有經驗的人 帶出來的 你說對不對 你千萬不要內行被外行拖著走 因為他氣勢比你強 那你就矮了半截 你就完蛋了 各位聽得懂嗎 所以在解釋 學習專業 就是要學習 這些你在學習過程裡面 吸收的知識 經驗 還有人家所用的方法 否則哈 講一個死一個 到最後自己也死掉了 邀約有很多的方法 好多人都會說 蔣老師 為什麼我在電話跟我的好朋友 我約了他半個鐘頭40分鐘 最後呢 他從答應到反悔很快 他說我沒時間 本來說有的啊 我說你是怎麼講的 他本來說 我認識一個蔣老師 禮拜三 下午兩點鐘他剛好會來 哎呀這個人很不得了 很不簡單 前面都講得很好 他最後呢 他說好啊 去見一見啊 看一看啊 最後 那你們這到底是什麼 哎呀我告訴你 這美傷節吃太不了不起了 他有這個幹細胞 生長因子 他是這個 以秒計算業績 領周星 完了 後面全死了 各位聽得懂 在電話邀約 在電話邀約 當面邀約 有很多時候要記住很多的避諱 不能講的絕對不要講 你的目的是邀約 我們不欺騙別人 我們一定要讓別人 願意來很期待的 見你所說的人 是實地物 對不對 你的目的就是邀約 多說無益 在劫師說太多 只會造成你自己的麻煩和負擔 因為你解釋不清楚 最後會讓這個人對你失去信心 各位加入的夥伴 一定是對他推薦來的人 介紹人 產生信任 信心 他才會願意進來 如果不信任 沒有信心 他會不會來 不會 所以各位要記住 當產生了組織 產生了人數 要不要管理 要 你看 我們有非常多的 一些業務人才 在劫師 我看了非常多的業務人才 非常認真 一天可以打電話 被要求的 五六十通電話 電房 他的上班就是打電話 摳電話 他的時間就是面談 邀約 然後要談客戶 可能一天五六十通電話 要談三四個客人 要締結 結果到了劫師 沒有業績 為什麼 沒人管 沒人管 沒有人罵 沒有人叮 他自己不會做了 完全放任了 如果 如果你用當初 有人管 那種業務精神 來做劫師 我告訴你 你越收入 沒有五十萬 最少也有三十萬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 給自己 制定一個遊戲的規則 不會的人 就跟上面的領導 去問 去學習 劫師就是一連串 不同的學習 我們提供你不同的方法 管理組織 是未來在劫師裡 最重要的課題 我們不可能永遠要推薦 對不對 像這麼漂亮的曾小姐說 我沒有人脈 我在台灣 來那麼久 我很少跟人家聊天 在看還是那些嘴臉 那我要是一天到晚推薦 推薦了三年 我還要再繼續推薦 這個工作我不能做 合不合理 合理啊 劫師不需要 弱水三千 讀取一瓢飲足矣 你不要介紹太多的人 你只要介紹十二個 有用的人 肯幹活的人 比你能力強的人 你就成功了 那你要比 比你有能力 比你強的人 好不好帶啊 不好帶 不好帶怎麼辦呢 就要用方法去帶 用心去帶 你只要讓你的夥伴 有感動 就會有感謝 當有了感謝 就會產生感恩的文化 它就會持續不斷 到哪裡對你都是感恩不盡 各位聽聽懂嗎 劫師不要去 強辭奪理 硬推銷 硬賣東西 那麼你的事業會面臨瓶頸 最後你會走不下去 一定不要推銷賣東西 各位要記住 管理組織 是管理人心 人之初性本善 能夠坐著就不站著 能夠躺著就不坐著 這是人性 能夠有人把東西送到你嘴裡吃 你還會自己去拿嗎 這叫做人性 所以在劫師 你要學會管理組織 你要先了解人性 口吐蓮花 好多人用批評的方式 用辯論的方式 在做劫師 三個月他就消失不見 各位知道嗎 要懂得逆來順受 要做得很成功 要懂得傾聽 好多人只喜歡說自己 對不對 講得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結果人家講兩句 哎呀你聽我說 人家都討厭你這種人了 他還要聽你說什麼 你說對不對 所以在劫師 你要學會傾聽 學會問問題 學會跟著人的性格步伐 往下推 這樣子的話 才會產生信任跟凝聚力 那個時候你推薦的人 才會永遠跟著你 各位知道 所以管理組織要有耐性 要有恒心 而且不要受到一點點挫折 就放棄 我們上了艾莫老師的課 有一句話很經典 哎呀蔣老師那個朋友 當初是某一家公司的大老英 他很能幹 當初有多少人 你一定要幫幫我 通常我的回答是 那是民國幾年的事啊 對齁 那現在要拿哪一張名片都不知道 還要挑半天 這代表什麼 人會活在他過往的光環當中 放不掉他的過去 他就沒有未來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人他非常辛苦的 非常認真的找到了他 也勉強他加入了 他就對他寄予厚望 有一天這個人死掉了 不做了 他就給他開追悼會 還要替他受傷三年 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各位聽得懂嗎 我們人往往會對自己 在意的人事實地物 花了時間浪費了心血 最後呢 會因為這麼一件事 讓你自己裹足不前不想做了 對不對 那是最笨的人 目標在前面 那些人只是你在這個目標達成 當中的過程 你找到對的人沒有 各位了解嗎 我們要找志同道合的 就像劉邦打天下 找到了張良 蕭和 韓信 劉備打天下 找到了孔明 官 張 趙子龍 各位了解嗎 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劫師 學會沉得住氣 隨時充實專業知識 但是要懂 付出是最重要的 付出是 你有沒有人 你都要到公司 到會場 到公司辦的活動當中 你沒有跟公司脫節 你隨時資訊掌握是第一手的 你要是脫離了 很麻煩 你的資訊斷層 你的朋友 你的夥伴問起你 一問三不知 他對你不信任了 各位同意嗎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持續不斷跟著公司的步調 所有的活動 所有的學習 包括了1月9號到11號的劫師大學 我們一直口口聲聲說 這是國際事業 國際事業 你在看還是台灣這一撮人 那怎麼叫國際呢 當你去了香港劫師大學 你會看到二三十個國家 金頭髮 藍眼睛 黑皮膚捲頭髮的人一大堆耶 那個才叫國際啊 眼見為食 所以公司這些活動 都是在增加你的自信心 跟幫助你成長 讓你賺錢的 排富倍增 好多的公司都在強調 他們公司組織行銷 讓你三年沒有星期天 以後三年以後天天蕩秋千 可是很多公司 不是真實的情況是這樣子耶 你三年後你不做就沒有耶 你沒有繼續切盤買貨 沒有繼續推薦人就沒有了耶 對不對 劫師不會 像我這樣子三年前到現在三年後 我現在即便不做 我只要到處跟人家握握手 揮揮手拍拍手就有錢 你覺得好不好 可是你得挨得過前面這三年 認真建構你管路的過程 人人基於上面的收入 都不願意走上面走過的路 我當初騎著90cc摩托車 高雄屏東 風雨無阻 認真工作了一年半 去幫他們說招商說明會 Q&A 風雨無阻耶 如果我中途我放棄了 也沒有今天站在這裡跟各位做分享了 這個就是堅持 劫師要學會堅持 財富倍增 礙於他制度的優勢 他有這個制度的價值 好 學習與配合的重要 學習重不重要 告訴你 要不停的學習 不斷的學習才是更重要 隨時要學會像電腦 upgrade一樣 要升級 日新月異 有很多的資訊 你的取得 你沒有進入你的腦子 進入你的資料庫 你是落伍的 你不能夠用毛 去對抗人家的雷射槍 所以我希望各位 網路的生意 絕對不要用馬路的思維去做它 一定要用新思維 新觀念 新方法 好不好 好 所以我希望各位 學會 學習既然很重要 配合重不重要 來 在座的夥伴 你會說 蔣老師 我運氣很不好 我怎麼都不能夠 像你約到那個正不二 阿死不退的 為什麼我約的人 不是落袍尿頓 就說他有事咧 你不能怪人家 因為問題出在你 挺好 很多人被你約來了 可能被你騙來了 好了 你一來一看 一看圓桌子那麼多 有個櫃台 有那麼多的廣告 傳銷公司 心裡有數了 他嘴巴不講 他就是給自己貼了一個標籤 就把你貼上了標籤 他就認為 我等一下 看用什麼方法趕快跑 所以呢 當你把你的朋友說 沒關係我們只有短短一個小時 就結束了 那我給你安排的位置坐在前面 結果他說不要不要 我就坐在後面就好 有沒有這種人 他就坐在後面 為什麼 跑得快 當老師一不注意 他一不注意 門一開走了 再也回不來了 對不對 那是誰的責任呢 就是自己的責任 告訴各位 這裡面有people 有mega 我教給各位 什麼叫做訣竅 邀約來的人 要全程參與一條龍的服務 你約人家下午2點 第一 你絕對不能遲到 你絕對不能2點5分以後 才看到你喔 你的朋友第一個 就給你打折扣 你沒有信用 人無信不利喔 不守時的人 這個人對你就不產生信任 他先來了 對不對 所以2點鐘邀約 我1點5時以前 我就要在那邊等著 甚至於你開始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你的朋友還沒有來的時候 你先看看現場有誰 蔣老師不在 有林老師 林老師不在 有蔣佳麗 蔣佳麗不在 沒關係 有蔣雅如 蔣依林 原來還有黃老師 黃信怡黃老師 看到了他們 跟他們去主動打招呼握手 目的是什麼 不要讓你的朋友覺得 孤苦無依 是個外來人 你是主人 主人 有沒有不知道 會場位置在哪裡的 有沒有不知道 廁所在哪裡的 你是主人 要先來搞清楚 對不對 阿姨來了 譬如說 來了 蔣老師 這是我的好朋友 給你介紹認識一下 哎呀 我跟你提他喔 我告訴你 他非常仰慕你 非常的期待看到你 你這麼一講 我一握手 是不是就電到了 是不是他等一下 會比較認真 把心打開 接續下去聽 你的目的 是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懂得做主人 你開始 就要全程才 阿不行阿 蔣老師 我現在要去廁所 哎呀 你心裡想玩阿 他要去廁所 就是尿頓嘛 對不對 他又是男的 我是女的 像明慧是女的 約了蔣老師是男的 我說我要去廁所 出了門 過了電梯 左邊 你就看不見我了 我就跑得很快 各位聽得懂嗎 那你要怎麼做 來來來 你不知道 迷路到時候走到女生廁所 不好意思 來我帶你去 帶我去到男生的廁所 你不用進去看我尿尿 你可以不要站在門口等著啊 男生廁所旁邊更麻煩 還多一個貨梯 那跑得更快 安全梯在隔壁 你就站在這安全梯 看到電梯的這個門口 等一下 他一出來 哎呦 還沒有反應過來 來來來 快開始了 又把他帶回來了 各位聽得懂嗎 這個是你的生意 你的生意 你是不是要從頭到尾 盯到完 盯到結果 才叫做生意啊 好 接著進來 我坐這裡就 不要不要不要 坐在那個地方 進進出出 有的時候 有一些活動 有的時候 老師 會受到干擾 而且對老師不禮貌 我特別給你留了 黃金位鑽石椅耶 就把他帶到 帶到第一排 第二排的人 不太容易 動來動去 是不是成功機率比較高 記住嗎 我現在教你們的每一個 都叫每一個小動作 都是大關鍵喔 好 接下來 你不要那麼熱心的 去給他端一杯水 來 你喝茶 我這邊還有水果給你吃 拜託 你這樣子幹的 你的朋友啊 已經把你看扁了 不要 該喝水的 該去廁所的 在外面都已經解決了 進來坐下 馬上遞給他一個A4的紙 或者一個筆記本 隨便你怎麼做 給他一支筆 剩下來 你從你的包包 陪同他 坐在他旁邊 不能離開喔 你不能說 你在這坐 我到後面坐 他嚇死了 一會兒看看左邊右邊 都不是我認識的人 再看看老師 在那邊噴口水 哪有欸 等一下要殺我多少錢啊 會不會害怕 會 你要給他安定感 所以你必須坐在他 而且坐在他的旁邊 不管老師講的課 你聽了一百遍一千遍 你都要當成第一遍 你聽了還有工作 微笑點頭會不會 告訴你 你還要配合 微笑點頭 講到關鍵時刻 你知道要鼓掌 就熱烈鼓掌 會不會 為什麼 我再告訴各位 因為小問題大關鍵 你不能夠保證你的朋友 昨天是不是一夜沒睡好 還是玩game 玩了一晚上 今天被你拉了來 清風徐徐正好眠啊 老師的聲音又有催眠的作用 萬一他打瞌睡打呼了怎麼辦 你希望你的朋友來是聽一堂課 還是睡一堂課 聽一堂課嗎 那怎麼辦 你又不好意思叫他 怕吵了他 他跟你翻臉 這個時候 只有找一個關鍵性的時刻 熱烈的掌聲 好耶好耶 好耶好耶 好耶 還要拱拱他 因為這是你的生意 有沒有聽懂 你以為做劫師這麼容易嗎 你們想要成功 這裡面有多少的每個都在裡面 你除了微笑點頭熱烈鼓掌 你還要認真抄筆記 甚至於錄音 是錄給你朋友聽 給你朋友看的 不是回去要放給他聽 不是 表示你很在意這個老師 很在意這個課程 你的認真 你的認同 才能博得他對你的認同 各位聽得懂 這個叫做帶動 你在解釋學不會帶動 學不會全場緊迫盯人 我告訴你 你來一個死一個 同樣的方法 同樣的步驟 copy下去 你說這個課重要不重要 還沒完喔 你全場緊迫盯人都談完了 你也很認真很認同 結束以後就放他走了 還是等於P還是等於0 結束之後 馬上找一個成功的領導人 譬如說蔣老師 譬如說林老師 譬如說黃老師 這些領袖 請他幫忙 給你加持一下 握握手坐下來 會後會 你已經準備好那個加入申請書 隨機而動 當他講到關鍵時刻非常好非常棒的時候 然後 要下定決心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那個時候你的紙就拿出來了 來我告訴你 這一張 有一個示範的範本 你只要照這個範本寫下去 不要那個範本寫林志玲 你跟著寫林志玲 就寫你自己的名字 一步一步帶上 你看這個是什麼 就寫下去 這個是什麼 寫完了之後 來 要成功講了 有一種方法套裝最好6萬塊 有一種方法套裝可以考慮5萬4 這個產品如果你用到了 做到了 你將會得到 這個就是帶領 最後的地結動作是關鍵 是整個會議結束之後的會後會 各位有沒有聽懂 劫師 一定要學會 這些個順序步驟 加入的人 接下來 就要給他成功的法門 要給他鑰匙 帶他來聽NDO 如果沒有NDO課程 也沒有這些資料的時候怎麼辦 就要趕快利用你的大A 你上面的領導人幫你做ABC 會後ABC很重要 要打預防針啊 要不然最後又會像這隻老鼠 各位了解嗎 一定要打預防針 叫他不要興奮到趕快到處找人 要加入 要用產品 可以列名單 可以討論 但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去預防 先把預防的動作做出來 他不容易受傷 如果一個新加入的人 很有興趣 很信心 而且非常的開心 很興奮 而且逢人就講 那個殺傷力也就出來了 當他講了三個五個不能成功啊 第七個第八個可能自己也自殺了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所以請你們學習配合 還要利用上面的夥伴 人事實地物作為push你 完成地結 讓他活下去的理由 好不好 掌聲響起 幫我擦擦擦 接下來 送給各位 非常珍貴的 美商傑斯獎金制度 一張紙 他就是從2009年9月9號 上午9點09分 全球網路STAR 開始 那天開始的 獎金制度 聽了半天 換燈片 老師講了半天 聽不懂 無啥啥很正常 但是你用這一張紙 你聽完了 就會做 傑斯公司第一個獎金 別家有 我們也有 叫推薦獎金 又叫推廣獎金 它是25塊錢美金 到300塊錢美金不得 我說過 傑斯公司物流統一 美國原裝出口 任何國家都是原裝進口 不得分裝 但是 金流統一很困難 他如何發獎金 他就用美金計價分數統一 一塊錢美金 等同於0.6分 CV 也就是 傑斯公司 我在這邊買100塊錢美金的東西 我是不是等於買了60分 意思是一樣的 它就是1比0.6 推薦獎金是一次性 所以 代過就好 你假設介紹一個蔣其銳 一年頂級入會 公司就會發給你200塊美金 不錯 200塊美金就是6000塊台幣 10個不就6萬了嗎 有沒有比上班好 萬一20個不就12萬了嗎 所以剛開始要重推薦 還沒組織產生的時候 你推薦一個人 人家感謝你 你還可以賺到推薦獎金 傑斯的永久財倍增收入在這裡 叫做消費分紅 在中國呢 又叫推廣獎金 推廣積分 台灣呢 因為這叫雙軌制 雙元制 都有人講 又叫對碰獎金 對碰獎金呢 公司拿出所有獎金5% 就是35塊錢美金 分給每一個人 也就是首先你要成為局內人嘛 你要先加入啊 成為會員 你在這裡 成為經銷商之後 可以領取推薦獎金 但是要領消費分紅 推廣積分的對碰獎金 你必須成為合格經銷商 左邊一個網店 右邊一個網店 就是推薦兩個人 不管在全世界各地都一樣 這個人也想領 他也要合格 所以他也介紹兩個 每一個人都介紹兩個 我們的組織就是這樣子發展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劫師獎金制度 看的是深度 不是寬度 越深越好 它是無線帶延伸 這個時候只有兩條線 你推薦兩個人 左邊一個 右邊一個 OK 第三個 還是一樣 不是放左就是放右 第四個 不是放左就是放右 只有兩條邊 是不是先來的先進 按照順序排列 像不像一條中山高速公路 北上南下 你是泰山收費站 所有的人重複消費 所有的人新增加新的夥伴 這些分數 都跟你有關 都跟上面有關 所以 左右兩邊共同累積 當左邊累積到600分 右邊累積到300分 這個時候對碰一次 35塊錢美金 和台幣 1050塊 或者左邊300 右邊600 也是對碰一次 35塊美金 1050塊台幣 很過癮 這獎金一隻零 一隻零 而且順序都不用擔心 有人說 江老師 雙鬼子聽說賺不到錢 騙人的 那是獨厚公司 萬一有大象腿怎麼辦 賺不到錢 有人說大象腿賺不到錢 可是在傑司公司 沒有大象腿不好賺錢 越大越好 什麼意思 當你這邊有大邊 舉例 這邊是10萬分 左邊是不是小邊 左邊只要有300就碰 有300就碰 親愛的夥伴 越大的邊 它佔就是600 你永遠跑出一個下面 只要有一個超級加入 就是碰一次 有兩個頂級加入就碰三次 好不好 好 這個獎金特殊在這裡 但是呢 要講優點 這種制度有什麼優點 第一個 無限貸延伸 我沒有碰過一家公司 獎金發放 是無限貸延伸 像我 從一個人開始 連連連連連到幾百貸幾千貸 我還是一樣 獎金對碰無限貸 各位聽得到嗎 很刺激 第二個優點 全球連連連 更重要的 業績上下共享 業績上下共享 好 更刺激的 我們的收入 是秒捷周齡 親愛的老闆們 你們有沒有領過 秒捷周齡的 這位小姐 美女 有沒有領過周星 一個禮拜領一次 沒有 劫持公司 我一邊跟你們講話 我獎金 一邊在跳 我越跳越講我越爽 你知道嗎 他特殊的就是 前面的努力 通通沒有浪費 一直保留 一直碰 一直保留 一直碰 第三個優點 我們要談業績 就要談積分 我從來沒有看過 一家公司的積分 永遠保留 不歸零 說做業務的人 這個月冠軍第一名 全國總冠軍 頒獎出國旅遊 給獎金 對不對 下個月一號 吃龜鈴膏 從頭來 美商劫師公司 從你加入第一天 介紹的第一個朋友開始 你只要每個月都有重複消費 2800 你的分數 將永遠保留 累積不歸零 最過癮在這裡 別家公司 包括7-11 加樂福 買東西 積點數 送公仔 對不對 或者是送什麼贈品 劫師 累積點數 保留 送現金 這是最過癮的地方 獎金積分 永遠保留 不歸零 但是也不能夠無限上綱 一直發一直發 發到爆了 獎金 公司垮了怎麼辦 所以 他會設一個安全封頂的機制 也就是既然領周星 他就要設一個安全點 一個禮拜 最多最多 只能給你領750次的 35塊錢美金 大約等於 3萬美金 我用大約的 大約等於 90萬台幣 這是一個禮拜 美女你很漂亮 你貴姓 秋 有沒有耳朵 有 有耳朵的 秋小姐 你很認真工作 一個禮拜 零90萬台幣 感覺如何 當然是好 少個零都甘願 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收入只是一個禮拜 一個月 不管 四個禮拜 五個禮拜 最多 只能夠領 三千次 三十五塊 大約 等於 十二萬美金 大約等於 三百 六十萬台幣 一個月 哇 一個禮拜 領九十萬 就爽得要命 一個月 要領三百多萬 有沒有很爽 睡覺都會笑醒 對不對 這可不是天方夜談 現在美商傑斯公司 這短短三年的時間 已經有八個人達到這個條件 其中一個是我 好不好 傑斯公司 第三個獎金 才是讓我辭掉工作的主要收入的 一個動力來源 第三個 叫做福島獎金 福島獎金是我們的永久財 小鞭大象腿 沒有關係 不用擔心 什麼叫做福島獎金 邱小姐用得非常好 介紹了七個八個九個十個 哇 通通只是愛用者 用用看試試看 對不對 不一定會做 可是十一個十二個 要介紹到一個 不得了 你介紹到我 什麼都不要做 你每個月只是重複消費兩千八 結果有一天 我賺一百萬 你跟著我領三十萬 我賺兩百 你跟著我領六十 我賺三百 你領九十萬 你推薦我 不管把我放在什麼位置 我永遠是你第一級 有人叫第一代 介紹直推 放的位置不重要 就是第一代 永遠的二十八到三十八 邱小姐只要介紹了我 第一代永遠的二十八到三十八 等一下我再解釋 太好了 你都不要做了 我介紹她 我也想領三十八 我這麼好賺對不對 她跟你不認識 在解釋應該沒關係 可是關係密切 我的第一代 卻是你的第二代 她賺一百萬 你跟著領十五萬 她賺兩百 你跟著領三十萬 不得了 第二代出來 永遠的十五趴 還沒完喔 她再介紹下去 就是她的第一代 是你的第三代 她賺一百萬 你領十萬 她賺兩百 你領二十耶 我們一直下去 第四代 到第七代 通通是百分之五 哇 會數學會算數的 各位算一算 我當初因為這個獎金 這個部分 我晚上三天三夜睡不好 為什麼 你可能 花了很多的心血 萬一你三年的時間 找到一個蔣其瑞 你有一天光等 就可以等到月收入 一千萬以上新台幣 我代表什麼 我代表全亞洲全球業績第一名 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傑斯這個生意 不是你要多厲害 你要找到夠厲害的人 幫你工作啊 但是是不是她在幫你打工 不是她在為自己創業 你因她而受惠 傑斯公司感謝你 用獎金回饋返利給你 有沒有聽懂 這個就是傑斯公司輔導獎金的魅力 弱水三千 讀取一瓢飲足矣 你不需要介紹太多人 推薦很多的人 你好好找到幾個蔣其瑞就可以了 或者林中堯老師 我賺一兩百萬算什麼 推薦我的Kim 1965年出生 上個月的收入 2500萬新台幣 跟我同一天做 我只是從台灣開始 升到36個國家 Kim是一個國家找一個蔣其瑞 所以這個收入沒有鍋蓋沒有上限 各位聽懂了沒 福島獎金是不是很棒 傑斯公司最後的一個最重要的獎金 就是全球分紅 全球分紅 百分之三 花壺 鑽石集才能領 親愛的夥伴 台灣的生意沒有三年的好光景 人口那麼少 我們做的是全球70億人口的生意 營業額 20億就好很少 20億美金3% 6千萬美金 核台幣18億 現在八個鑽石去分 每三個月分一次 有沒有很爽啊 告訴各位 這是額外的bonus 這才叫大錢 一直壓對一個寶走對一步路 你所有的一切通通回籠 劫斯獎金制度有沒有很簡單 講完了就這四種 是不是簡單明白 好還沒完 你們都想上鑽石對不對 我教你們如何上鑽石 好不好 來 接著這邊 還是A4 首先你在劫斯公司 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 務必要直接推薦12個人 這12個一定要在一個架構底下 就是合格 他加入還不算 他要介紹兩個 你介紹我 不算一個 我要生出兩個 你介紹他 總共12個都要生出兩個 這個時候 你就像我妹妹一樣 叫做藍寶石級經銷商 做到藍寶石級經銷商 這個領得到 這個領得到 那個才能批導賬金 可以領到第三代 籃寶石領三代 月收入 大約5萬新台幣 到 这边已经不可考了 到35万以上 一个月 从此可以不用推荐了 B 我生一堆孩子 不是每个都孝顺我的吧 只要有一半听话孝顺了 你就发财了 也就是这12个里面 你只要直接推荐 6个人 上蓝宝石 看得懂吗 直推的6个 这12个里面有6个上蓝宝石 我们说碰局 左边右边600 300碰 你开始算碰数 每个月1号到31号 像11月是30天就30 2月是28天 统计总数 碰局数 达1000次 这个时候你的名字就叫做 钻石 做到钻石的月收入 基本起薪就360万 一个月以上 讲完了 有没有好简单 结石公司最高的聘接 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双钻石 什么叫双钻石 直推6个里面 两个特别厉害跑到做钻石了 你就要双钻石 月收入最少最少 760万 一个月以上 Kim就是双钻石 上个月 2500万新台币 亲爱的伙伴 奖金制度 这一张纸 有没有很简单 你只要看懂 会用这一张纸 走到哪里 讲到哪里 我没有碰到 听完没兴趣的 好 那么现在告诉各位 你可能会听 江老师不对呀 听说过 有什么红宝石级总裁 绿宝石级总裁 有没有听过 在哪里呀 好 他们通通都是 蓝宝石直推12个人 升上来的 可是呢 红宝石总裁是什么事情呢 他们也非常认真 推荐12个要帮助他们 通通都能够上蓝宝石 可是不到六个 只有两个人上蓝宝石 碰局数呢 也没有那么高 1000次 他只要200次 这个时候 你就叫红宝石级总裁 月收入呢 最少 40万台币以上 月收入 再接下来 最高并接 绿宝石总裁 接下去 绿宝石总裁 超过两个 不到六个 四个人 上蓝宝石 碰局数 500碰 运收入最少 90万台币 一个月 林中尝老师 就是绿宝石 上个月 120万 好不好 他才干两年多 拍摄 这个就是 美商 结斯 环球 有限公司 奖金制度成功的一张纸 你只要学会用这一张纸 跟人家直接用手写 背得起来 讲得清楚 我告诉你 无往不利 清清楚楚 这叫奖金的价值 这边有说 第一代20%到30% 怎么回事 跟各位报告 20到30是看你 推荐人数 重复消费的人数 多寡而定 公司多给你的奖金 本来只有20% 也假设说 邱小姐推荐的 曾小姐 只有一个 但是曾小姐很厉害 介绍了四五个 都成功了 那么她只能够 领第一代的20% 对不对 可是今天邱小姐 又介绍了 一二三四 连她五个 直推了五个人 都有自动重复消费 这个时候第一代 就从20%升到25% 有没有听懂 她很认真 邱小姐又继续推荐了 另外五个 六七八九十 通通都有重复消费 恭喜你 你的第一代 所有第一代 又从25%升到30% 这样有没有听懂 杰斯这个制度很人性化 你只要认真的工作 心想事成 而且收入超乎你的想象 想不要都困难 杰斯是一个不平凡的平台 所以你们要用不平凡的做法来经营它 首先 先让每一个人喜欢你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你 你如何推荐别人 在杰斯 第一个 要喜欢你自己 你要爱你自己 你才能够喜欢别人 你才能够爱别人 要勇于付出 就像郑博尔 蒋依林 蒋雅如 任文兄 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 当他们在付出的同时 得到对方的感恩 有一天 我们的子子孙孙 互相都会帮助得到 这个就是杰斯的文化 所以在杰斯 永远记住三件事情 设定目标定位清楚 我就是要做到钻石跟双钻石而努力的 因为才能财富自由 第二个 一定要学会 懂得一家人的精神 分享 不能去分子 你跟我没有关系 他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不想理他 不可以 在杰斯是一家人的精神 你要懂得互助 你要懂得互相 要懂得倾听 要懂得跟人家相处甚欢 你才会成功 第三个 一定记住 要一个感恩的心 你不会莫名其妙进来 按错电梯 进来这个七楼 一定有人带你来 或者告诉你弟子 对不对 所以任何人都会有一个推荐人 不管他跟你交情感情 好还是不好 因为他告诉你这个资讯 你来了解释成功了 你要感谢他 所以我常常说 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Wendy 感谢Kim 感谢在座所有伙伴 共同努力打拼 还有我们的收入和未来 对不对 所以要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祝各位顺利成功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